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难再看到热搜房五天爆五个 而且一爆就是一整天都得盛化了 接下来 就带着大家跟随着这些被爆掉的热搜关键词 来回顾一下这几天里 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首先是7月27号 有网友爆料说 纪凌晨出轨被看亲子捉肩在床 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但是因为有合约 所以没有公布 更有人补充说 纪凌晨出轨的对象是一个补 太出名的模特 看亲子任无可远就分手了 还有人说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 纪凌晨亲自打电话 说他分手了 所谓三人成虎 一个两个的这么说不要紧 说的人多了听起来就更真了 很快纪凌晨出轨一事就传开了 而纪凌晨也第一时间空降粉丝询 让粉丝相信自己 但是网友们并不买账 还自发八卦的开始全网吧 这个小三模特到底是谁 最终上榜的有两位 一个是维命坚持王毅 常见一样他上榜的原因是曾经跟纪凌晨一起工作过 还有爆料趁他就是那个第三者 并且有网友在微博 发到了他和纪凌晨的合照 而网友本人呢 则发微博书人在家中做 不从天上来 一脸无瓜 另一位则是李晨林 也是一个模特 此牌是这样子 有这个的证据比见者稍微多一丢丢 只得数一下 之前在亲爱的客栈中 刘涛就在纪凌晨的手机里发到过李晨林 当时求生与很强的纪凌晨先是说不认识 被看亲子拆穿后 又改口说不熟 结果节目播出不久后 纪凌晨在微博摔合老友的合照 李晨林却在其中 当时看亲子还吃醋的在底下评论那女的谁 第二 有网友曾经爆料说 李晨林有小三屎 怕纪凌晨见目者黑 第三 有细心的网友在李晨林的微博中翻出一张照片 尘图中男子的背影 十分像纪凌晨 不过李晨林很快发微博成亲 表示自己也是一脸问号 而且 李晨林的朋友也出来认领了那张背影 直到7月28号 纪凌晨自己发了声明否认猪鬼 还警告营销好不要乱发 否则请对方吃律师函 不过有意思的是 他的声明中只否认了出轨 并没有否认分手 而另一边 王毅的公司也发声明 表示自家艺人与纪凌晨出轨传闻无关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 既然各方声明都发了 那纪凌晨应该就没有出轨吧 但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纪凌晨这边是迷动惊了 结果7月31日 看亲子点赞 问质疑纪凌晨出轨的微博 他还在朋友圈里说自己的青春喂了狗 这波操作也是颇致盛意 就在网友们再次奋起而骂渣男的时候 看亲子却发微博说没出轨 没逐渐 纪凌晨到底出没出轨就不知道了 能确定的是 这两个人的手分到今天也就差不多了 可能有一些不太关注这两位的网友 以为看亲子和纪凌晨分手一事 是从前两天纪凌晨被爆出会开始的 但即使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 他俩就已经是三天一小分 五天一大分了 连带着粉丝也是跟着提心吊打 早在二月二十八月 就有网友发现 看亲子手关了纪凌晨 而在二月二十六日的时候 纪凌晨还发问就能有几多愁的微博 这就让很多VP很慌乱了 这对不会是要分手吧 不过想想他们取关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也就当是小情侣吵架过去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看亲子还 本说想买吗 就更让人怀疑了 不过很快看亲子就回应说 没有分手更有知情就爆料 看亲子之所以取关 是因为春节的时候 纪凌晨没跟看亲子回老家 这才发生了争执 再就是四月十五日 看亲子的生日 每年都会给看亲子送祝福的纪凌晨 今年吃啥动静都没有 这未免太不寻常了 而且 看亲子本人也没有发信声微博 而是以为深长的说了句下一诚 当时也有很多粉丝在问 两个人是不是分手了 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毕竟很多情侣共度分手的前兆都是取关 比如陈祥毛小童 迪天林江彩童 冯绍峰妮妮 没过几天 看亲子又把文说 重现认识自己 感觉真好之类的话 粉丝们也是天天在微博底下给他们加油打气 希望他们能继续走下去 也是操碎了心 虽然很多网友都不希望他们分手 但是内心深处都知道 这两人总有一些是会分手的 毕竟他们的感情一直都不稳定 虽然在节目中有很多甜蜜蜜狗的瞬间 但是一旦触及到终身大事 纪凌晨都会假装没听到 影像最深的就是刘涛跟纪凌晨说的那段话 你还不管在任何年龄 她需要的都是一个担心她 关心她的人 她三十岁之前 如果你不求婚 她就跑了 你知道吗 你之后遇见的都会是坏女人 你不能等 这段话也是说到了看亲子的心态上了 让她泪流不举 而纪凌晨呢 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 只是说送过看亲子戒指了 但是对方还没送给她 被网友催婚催多了 纪凌晨也只是说 微博粉丝到了一千万就求婚 可是求婚和粉丝数 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但是人就是这样啊 就算心里再清楚 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们会分手 毕竟每个像看亲子一样做的女孩子 都希望有一个纪凌晨来哄 比如节目中 纪凌晨炫耀自己为看亲子拍的照片 纪凌晨 我喜欢背影 看亲子阳怒 脸不好看吗 纪凌晨 不是 我觉得这张更有感觉 就是你跟这个照片 沟通性 表现欲没那么强 就是你太漂亮了 看亲子愣开花 比如那句 我是看亲子的纪凌晨 当初融化了多少人的少女心 反正看亲子有一万个生气的理由 纪凌晨就有一万个哄她的方式 除了不娶她 纪凌晨该做的都做了 以至于看亲子纪凌晨分手之后 曾经用过看亲子纪凌晨的照片做头像的人 直接顶爆了热搜 或许就像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被劈开的两半 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半的自己 到很多人都不幸失败了 因为被劈开的人太多了 所以当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 就好像自己也能拥有一样 他俩分手之后 很多人都在说 亲爱的客栈要读 因为陈祥和毛小彤也是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分手的 同理还有花儿语少年 真正男子汉等 但这都是调侃 的话 本质上还是因为上了节目有了知名度 才会有这么多人为他们的恋情买单 就像看亲子和季凌晨 如果不是因为节目红了 恐怕没多少人在意他们分手还是在一起 虽然他们分手真的很令人惋惜 但是这个战线未免拉得太长了 基本上这大半年都在看亲子和季凌晨到底分为分手中度过 因为同一件视频等热搜 也败坏了路人员 很多时候对待CP的感情 都是你幸福 我祝福 你分手 我惋惜 如果是一边分手一边遮掩 分个手分半年的 就有些因为本次的爱而肆无忌惮的嫌疑了 但是感情的事 确实也很难为外人道也 阿出鬼 骂渣娜最终也不过 是感动了赤光群众自己 反而会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 最后 想以拜伦的这首诗作为结尾 If I should see you after a long year 若我会见到你 时隔今年 How should I greet with tears with silence 我如何喝你 以眼泪 以沉默 George Gordon Byron ing I should see you after a long yea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